世外桃源 遵朝時期 有一天, 一個漁夫 握著一艘小船沿著河岸 隨波飄浮 沒多久 這是什麼地方? 會不會是蕩蕩路呢? 這裡開滿桃花 就像仙境一樣, 很漂亮 奇怪了, 以前怎麼沒來過這裡? 前面的山洞好像有光 讓我去看看 穿過山洞, 前面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這裡土地廣闊, 房屋整齊 到處都是肥屋的農田 好, 真是好 你好, 歡迎你來到我們這條村 過不到在晉朝兵荒馬連的時代 竟然還有這種人家仙境 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個年代 我們的祖先, 為了逃避秦朝的戰亂 率領村民, 隱居到這個地方 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再沒有離開過了 秦朝之後已經經歷過很多朝代了 這裡和外界隔絕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 難得你來到這裡 不如住幾天才回去吧 好啊 謝謝你們這幾天的招待 後會有期 再見… 再見… 漁夫回到家之後 就向太秀報過在桃花園的所見所聞 太秀派人和漁夫一起去沿路尋找 但是怎麼找都找不到 從此之後再沒有人見過桃花園 世外桃園就是指不受外界影響 環境優美的理想地方 我們現在會經常將一些 環境優美清幽 小人居住的旅遊勝地 稱為世外桃園